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默克学堂心理学概论 今天我们讲社会心理学 什么是社会 心理学家对社会的认识 和社会学家对社会的认识是有不同的 我们心理学家讲社会是人的集合 社会心理学谈的是一群人的互相影响 互相认识 互相相处 这就是社会心理学的三大问题 社会认知 我们如何去认识社会 我们如何去认识他人 社会心理学的第二大问题 是社会关系 我们如何与他人相处 我们如何去处好与他人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的第三大问题 是社会影响 我们如何去影响他人 我们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比较早就意识到社会影响 社会关系 社会认知重要性的文化和民族 我们中国的唐诗颂词 很早就提到了人的社会关系 社会认知 社会影响的意义 我们讲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就是讲如何与他人相处 我们讲 人者见人 智者见日 就是讲我们的社会认知 其实各有差异 各有不同 我们的唐诗讲 小楼一夜听风雨 生下明朝卖信花 讲的就是我们人的一种社会的 一种互相感染 互相影响 互相触动 我们还谈到文章千古事 甘苦称心之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体验 与我们对社会影响之间的 一种对应的关系 所以社会心理学 应该是一门我们中国人 可以学的更好的一种学科 什么是社会心理学呢 著名社会心理学家 奥尔伯特 对社会心理学就有他自己的认识 他认为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 人如何与现实中的他人 想象中的他人 隐含中的他人 相处 相知 相识 如何去联系 思考 对待 和影响 其他人的一门科学 这种现实中的他人 是我们看得见 摸得着 碰得到的人 想象中的他人 是我们在思想 行动 感受的时候 我们自己想到的其他人 隐含中的他人 就是有的时候 然后这些人 虽然不在 但实际上 他也是对我们有影响的 其他人 人 为什么会需要 与他人相处 与他人相识 与他人 进行互相的影响 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人 是一种社会动物 我们需要 与他人在一起 我们需要 与他人交往 沟通 与他人 共生 共灭 这就是人的一种 演化 选择出来的天性 无论你是在 方岛上 还是独处 我们其实都是 离不开其他人 有一部美国电影 叫《方岛余生》 讲的就是一个 游地公司的高管 由于飞机失事 抛弃在一个方岛上 非常的郁闷 痛苦 愤怒 忧伤 但是 由于某种原因 他发现了一个排球 那么就用这个排球 画了一个人脸 每天和他谈心 交流 沟通 最后为了救这个排球 差点把自己的命 搭了进去 这就是我们人的 强烈的社会需求 所表现出来的 这种极端状态 这是一个真人真事 在某种意义上讲 我们与世界上的任何人 其实都比我们想象的 要接近 著名心理学家 Milgren 提出了一个六度分离理论 他就认为 我们任何人 与世界上的其他任何陌生人 中间最多只隔了五个人 如果你要带一个口信 给那位陌生人 只要通过最多五个人 我们就可以达到这种口信的权递 这就是六度分离理论 它指的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巨大 和遥不可及 因为人绝对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产物 人绝对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动物 人永远是需要与其他人在一起 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为什么重要的原因 刘津大学的人类学家 Dongba就提出了一个神奇的150概念 他根据动物的大脑皮质 和人的大脑皮质 做出推散 发现动物需要的伙伴的数目 和人需要的伙伴数目 其实可以有一种对应的对比的关系 人由于我们的大脑皮质的高度的发达 我们需要将近150个人 作为我们亲密的朋友 这就是神奇的150 古代的罗马军队 一个战略的方阵就是150人 欧洲的村庄 如果达到了150个人的标准 就要分离成不同的组织 我们的小企业 它的极限人数就是150 所有这些都指出 我们人可以维持的有效社会关系 其实比动物要多非常之多 社会心理学是如此重要的学科 因此它也是心理学家关心的问题 那么社会心理学的奠基人 就是著名心理学家Kurt Lewin 因为他第一次将试验心理学的方法 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结合在一起 创立了美国的社会心理学流派 Lewin有非常多的弟子 其中一位弟子叫做Fistinger 是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 他的著名的试验研究 认知失调研究 奠定了他在社会心理学的领军地位 Fistinger的一个学生 就是著名心理学家 夏赫特 他是情绪的夏赫特理论的奠基者 夏赫特的一个学生 就是我的导师 Richard Nisbet 他也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心理学家 彭老师是这些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大师的弟子 因此有人开文笑 我们这个社会心理学流派 应该是世界社会心理学的名门正派 这是我的家谱 大家和我一起学习社会心理学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也是归一到社会心理学的正派 那么正派的社会心理学 对人和社会的认识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的社会心理学 强调情境的决定作用 因为我们发现 人的行为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都是受到环境和情境的影响 如何预测一个人的行为 从他的特质能不能预测 从其他的因素能不能预测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 其实对人的行为的最佳的预测 就是他的社会的情境和环境 著名社会心理学家 Darley和Banson 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 他让一个人躺在教室的门口 显然需要其他人的帮助 然后再看一看有多少人 真的停下脚步来帮助这个需要帮助的人 心理学家发现 在很大情况下 个人的特性不能够预测这些过路的路人的行为 无论他是神学院的学生 商学院的学生 心理学的学生 表现的差异 更多的受到环境的影响 情境的影响 这个人的穿着 这个人的打扮 是不是正派 是不是干净 绝对影响到其他人的行为 他是不是在酗酒 他是不是真的很痛苦 也会影响到过路的人的行为 还有上班的时间 教室上课的时间 都会对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所有这一切都是外在的情境 外在的变量 对人的行为的影响 内在的人格特性 内在的心理的需求 对人的行为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都有一定的预线 所以社会心理学家认为 特质对人的行为的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可能不如环境对人的行为影响要大 当然 人类的行为 不完全是由特质所决定 也不可能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 心理学家版杜拉就认为 人类的行为 更多的是环境和特质交付作用的产物 这种交付作用决定了人的行为 表现的规律方式和进程